小网站上看到女友的情色照片,我要求她立刻退出这个工作,谁知道女友表面答应,私下操作。 最后全校师生手里都有女友的小视频,而女友承受不住压力,从天台一跃而下,女友最近有些鬼鬼祟祟,手机上锁不让看不说,平时打电话根本联络不上人,身上还总是出现莫名的奢侈品。 种种迹象表明,她很有可能外面有人了,我在网上发帖询问,背顶得最高的一条评论时,兄弟你绿帽子戴得有些发亮,我看着这条评论眉头紧皱,没错,我也是这么觉得。 女友萧萧有可能背着我和别人好上了,要不然你怎么解释,家境平平的她,能用上两万四亿个的包包,想要知道萧萧到底什么情况,其实很简单。 她这个人头脑简单,很多东西都会储存在手机里,只要我破译她的手机,就能轻而易举知道她的事情,我们俩去食堂吃饭的时候。 我刻意瞥了一眼她的锁平图案,是个C,等女友回宿舍的时候,我顺走了她的手机,虽然知道这样做不好,但是我心里那颗怀疑的种子越来越大,根本没有遏制住的苗头,打开手机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微信。 翻来覆去查看了好一会,根本没有看到什么可以的消息,置顶第一的是我,其他的都是父母和闺蜜,聊天记录也没什么可以,甚至女友朋友列表里的男性朋友,也都是我认识的,我还特意退出切换账号,也没发现女友有微信小号。 二,社交软件基本没问题,就连短信和通话记录我也是一个一个的看,同样没发现什么异常。 这种情况,要么是女友根本没出轨,要么就是女友藏得太好,这边刚查完手机,那边女友室友的电话就打来,看来她已经发现自己手机不见。 打电话问的,为了避免她报警,我赶紧接电话,说女友上去的时候,把手机弄掉了,我顺手捡起来,因为不知道密码,也不知道她设有的电话,这才没送过去,听到是我拿的,女友快马加鞭地跑过来问,你没看我的手机吧? 我看她这副模样,心仪寸寸地沉下去,她一定瞒了我什么,但我不知道萧萧到底隐瞒我什么,只能伺机而动,这段时间萧萧一直拒绝我亲近,原来一周我们能去校外的宾馆开放两次,现在她一次也不去,每次问都说没兴趣,时间久了。 我憋得不行,男人嘛,总要找点乐子。 室友都和女友出去鬼混,趁着只有我一个人的功夫,我悄悄点开小网站,准备舒缓舒缓,懂得都懂,抽纸我都准备好了,可刚打开网页却看到一个动体,本来翘头的小兄弟现在彻底软了,原因很简单,是被吓的, 电脑屏幕上这个穿着情绪内衣,摆着诱人姿势,满脸享受的女人是我女友萧萧,此时此刻,她就像一个风骚的女友,竭尽所能地诱惑眼前的屏幕前的每一个人,我抱着笔记本屏幕看了又看,确定这就是我女朋友萧萧,连她嘴角的置位置都一样。 萧萧去做了AV女,这个念头闪过的时候,我的大脑嗡得一下炸了,我不知道当你们发现这种事情是怎么做的,但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,她怎么能走上这条路, 如果被同学看到,萧萧这辈子就毁了,我的大脑迅速冷静下来,仔细看了这个网站,是境外的网站,几乎没人会翻墙去看片。 我是因为喜欢国外那口,所以会翻墙看片,同学知道的几率虽然比较小,但是一旦被人看到,这就是致命的事情,手指不住地颤抖,我尽力克制自己心里的慌张。 给女友拍的照片发过去,说实话这个时候,我心里还是恐惧多一点,并没有多少愤怒,我觉得女友只是一时比较虚荣,拍的这种照片,想换点零花钱,只要熟人看到的不多,她保证以后不再做了。 我可以试着联系网站制作人,让对方把照片删除,但我没想到的是,照片刚一发给女友,她就迅速发来一句话,你是在哪看到的? 在境外的小黄网,你怎么回事,什么时候拍的这种照片?听到是境外的网站,女友似乎松了口气,境外的呀,那就没事,不会有人知道的。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?就算是境外的网站,你也不能拍这种照片吧?简直是不堪入目。 说实话,我看一眼都觉得辣眼,女友穿的是女仆装,露出深深的乳沟,还伸出小舌尖,表情迷离地对离电脑外的人挑逗,这个女人但凡不是我女朋友,我都会惊叹一句极品,可这个女人是我女朋友啊, 我看这个图片,只觉得恶心跟窒息丝毫没有被诱惑到,当时点开女友的头像,发现这是一套情色写真,说漏了吧,重点不为没漏,说没漏吧,好像什么都漏了。 我忍着心里的羞愤,约女友出来见面,这份工作不要再做了,一旦被熟人看到,你这辈子就毁了。 我替她担忧到,女友表情却不以为然,我看你是想多了,境外的网站有几个人能看到,她似乎根本就不在意这件事,这样的态度瞬间点燃我的怒火,我可以容忍她一时犯错,但是不能容忍她把这件事当成平常, 无论那一个男人都不会允许自己的女友去拍情色写真吧,你怎么变成这样了,这种工作会毁了你的知不知道? 我没忍住对她发了脾气,女友听我这么说,表情瞬间变得讥讽起来,你们平时看黄片的时候,怎么不说让人家别做了? 就是想别人的女友越穿越少,自己的女友越穿越多,渣男。更何况,你也会去看这种片,你难道不是要看? 她的嘴角满是讥讽,眼神带着挑衅,她的话让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接,女友看我语色的样子,表情更是巨傲,就说你,你怎么发现我的照片? 还不是因为你去那种网站了,自己一身毛,现在还说我是妖精,你说可笑不?更何况,我也没做啥,就当是私密写真而已,也没露点啊。 她白白手,满脸不在乎,我的怒火却瞬间被点燃,无论如何,我都不允许她去做这种事情,如果你再做,我打电话告诉你爸,到时候让他治你,打电话给女友爸爸。 百事百灵,女友非常惧怕自己的父亲,听我这么说,果然脸色变了好几番,最终还是犹犹豫豫的说,真是服了你这个老六,行,我不做了行吧。 听女友这么说,我才算放心,其实我不是冤大头,一般男人看到女朋友做这种事,估计早就提出分手了。 我之所以没提出分手,很大一部分原因,是因为女友父亲,我格外仰慕她爸爸,视她爸爸为人生导师,平时周末都会去家里做作,和女友这样叛逆的性格比起来,我觉得我更有资格陪着她,所以即使为了女友爸爸,我也会格外纵容她。 后来我联系了这家网站的制作人,以举报作为要挟,让她下架女友的照片,女友听我说的时候,吐了吐舌头,表情看起来并不是很高兴,这件事到此为止,我觉得可以了,但是一个女人的虚荣心理永远也拉不住,很快我发现女友换了最新款的苹果手机,价格直逼一个搭不了, 她爸爸肯定不会出钱给她买这么贵的手机,钱大力来的,等她下了碗自习,我拉她到无人的角落里质问,你哪来的这么多钱换手机? 女友听到我的话,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,要你管,滚开。 我不管谁管,你哪来的钱?我捏住她的胳膊质问,女友被我捏得有些疼,轻微刺激呀,你弄疼我了,我想干啥就干啥,你别以为仗着我爸喜欢你,你就敢管我。 我告诉你,大不了咱俩一拍两散,我看到时候你还怎么巴结我爸。 萧萧,你怎么说话呢?你就是这么看我的。 那我怎么说,你自己做了什么事,你自己心里不清楚?你有什么立场管我?别用你那脏手碰我的胳膊,我觉得恶心得要命。 她用肩膀撞了我一下。 转头离开,我看着萧萧离开的背影,回想起她刚才的话,只觉得整个心口空落落的,就像是满无人烟的沙漠。风一吹,到处都是沙子。 从这次开始,萧萧就开始和我冷战,我去找她,她闭门不出,我给她发微信打电话,全都被拉黑,她似乎要把我从她的世界里连根拔除,不留余地。 我心里应该觉得愤怒和痛恨,但不知道为什么,我却开始发慌,有一种隐隐很不妙的感觉,从胸口蔓延到喉咙,让人难以呼吸,果然事情败露得很快。 学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起萧萧的小电影。 当初我发现的时候,还只是情色写真,如今流传起来的却是小电影,那是萧萧和别人拍摄的A片,还是有剧情的那种,可以看出萧萧全程很配合,完全不像被胁迫的样子。 我看着手机里的视频,萧萧穿着护士服,骑在一个油腻的中年男人身上,紧接着就是不可描述的事情,喉咙里隐隐有些发干。 我是一个成年男人,知道这是什么意思,现在我只要一想起,学校里其他男人都会看着萧萧的视频,拥有和我一样的反应,我就觉得浑身难受,冷汗从背部满满一出。 我几乎是疯了一样去找萧萧,这个视频能流传到我手上,就说明已经在学校里流传很长时间,因为所有人都知道,我和萧萧以前谈恋爱,碰到这种事情,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避讳一些。 而如今视频都流传到我手上了,可想见,估计学校人手一份不顾宿舍阿姨的阻拦,强行冲进宿舍,却没发现萧萧的踪影。 他去哪了,我心里越来越慌,把学校所有的角落都找了一边,就在我瑟瑟发抖的时候,忽然有人惊呼,快看有人要跳楼。 听到这话,我下意识往前看。 那个身影我怎么也不会认错,那是萧萧的身影,此时他正坐在路顶,摇晃着双腿,颤颤巍巍的样子,看得人心里害怕,我想都没想,就朝顶楼冲去。 在跑上去的时候,心里不停地默念,千万不要出事,千万不要出事,可事情往往不会朝着你预想的地方发展。 就在我快要跑上去的时候,透过楼梯间的窗户,我看到像一只蝴蝶一样,偏然追下的萧萧,我和他目光对视了一下,紧接着就听到所有人惊呼的声音,写蔓延了一地。 我静静地看着躺在地上的他,整个人空了警察视角,女大学生跳楼案在当地引起巨大的反响,接到上级命令的时候,我还在审查最近猖獗的色情网站,因为是个女大学生坠楼。 上级特意指派我进行调查,就是怕牵扯到什么女孩子的隐私,此时女大学生的尸首尚且停放在学校门口,她的家长不同意把尸体带回去,要求学校给一个交代。 我好好的孩子,为什么如今躺在那里丢了性命,学校是怎么看顾祖国未来花朵的? 这件事,学校也很冤枉,大学生本就是成人,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意识,一时想不开跳楼自杀的比比皆是,扶着棺材的男人满头白发,目光死寂,看不到一点希望。 而他身边的男人,一米八的个头,满脸心疼,根据我的调查。 这是死者的前男友,本来都准备毕业就结婚的,没想到如今发生了这样的情况,我比较好奇的是,男人满脸的心疼,不是对这棺材,而是对这老人,似乎那个老人,才是他心心念念的挚爱。 我摇摇头,企图把这种荒谬的念头丢开,我走访了很多同学啊,也调查了不少人,发现死者死前,似乎参与了非法影视的制作,甚至有同学私自传播他的视频,或许正是这种视频,还得死者想不开才跳楼自杀,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。 女大学生总是敏感而脆弱的,就在我以为自己调查的非常顺利时。 死者的男友赵南方主动找我,说他知道死者的死或许和一个神秘组织有关系,这是一个非法在网上传播淫秽色情的机构,从情色血真到小视频应有尽有。 男友说他最先发现死者拍摄了情色照片,后来学校又流传起他的小电影,所以他强烈怀疑女友是被人逼死的,赵南方希望我查一查。 我点开他发给我的链接,发现链接已经失效,但是对技术部门来说,这不是一件难事,链接的地址是境外,一看就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团伙,我又调查了一下死者的最近联系人。 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,死者有巨额贷款,因为其名下没有房产,所以死者选择的是裸贷。 并且有严重逾期的情况发生,截止到目前,死者已经欠了二十多万的贷款,这笔前死者的父亲并不知道,他甚至不知道死者拍摄过小电影。 在他心里,自己的女儿始终是那个单纯天真的小天使,我顺着这个线索继续追查,发现裸带背后的IP和情色网站的IP是同一个。 这就说明整件事是有组织有预谋的,这样的裸带团伙,其实我们抓获了很多个,就在最近我也在追查小黄网背后的秘密。 他们的手段很简单,简单到令人发指,显示诱骗女学生裸带。 用贷款的钱购买奢侈品,或者去整容享受,等他们沉浸在这种虚荣的生活里之后,就让他们还钱。 有几个人能还上钱呢?还是这种巨额的贷款,借了十万块,很可能一个月之后就变成十五万,谁也还不起的,为了还债。 这些女孩焦头烂额,而在这个时候,裸带的负责人出面交涉,说给他们介绍一个高薪的工作,极能还钱还能享受,多数女孩都是无法拒绝的。 这又是什么好工作呢?当然是和情色挂钩的,死者就是因为裸带,从最开始的擦边写真,到后面的情色照片。 然后,到最后,就变成小电影,一步步沦陷,根本毫无挣扎的可能,就像是沼泽,你动得越快,它下沉得越快,根本没有办法。 我就在以自杀想要结案的时候,赵南方又一次进入我的视线,他搀扶着死者的父亲,一步一步地跟着死者父亲去学校讨公道,那个已经心灰意冷的老人,在赵南方的指示下,只拿打哪一点犹豫都没有。 最后,老人获得了八十万的赔款,这些钱也是由赵南方帮他存起来,可以说,这个老人如今非常依赖赵南方晚年丧女的经历,已经让他直不起腰。 甚至连头也抬不起来,你看这个男人多重情重义,即使前女友死了,他也要帮女友的父亲讨回公道。 同事在我耳边窃窃私语道,我听到他的话,脑子一下炸开,他男朋友是什么专业的啊? 听说是计算机专业的,同事随口回应道,计算机专业,计算机专业,计算机专业,对了,对了,果然如此,这个案子调查得太过顺利,似乎是有牵着我们的鼻子走,让我们往裸带的方向去查,但是却忽视了最原本的问题,死者到底为什么见裸带? 难道是因为虚荣,想要买奢侈品,我们调查了死者的生平,死者的父亲是音乐教师,虽然音乐天赋极高,但是不善于应酬。 只能在中学做老师,庸庸碌碌不得志,而他为人又比较传统,教育女儿的时候也多以安分守己为主,我不相信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女孩子,会因为一个包包, 走上裸带的地步,他为什么裸带?这件事我一直在思考,女孩子的男友赵南方又一次找到我们,希望我们尽快以自杀为由结案,理由是女孩子的父亲已经承受不住压力,要过去了。 我看着赵南方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,我一面应付赵南方,一面找人去调查赵南方这个人,这不查不知道,一查还真让我查出点东西。 赵南方这个人还真是不简单,他是个同性恋,这件事知道的人并不多,但是在大数据时代,什么隐私都无处遁形,赵南方用自己的手机号注册了个APP,名叫B, 这个软件专门公男同性恋交友通讯使用,即使赵南方隐藏得很深,但我还是发现了他的存在,他在网上一直有一个网恋的对象,俩人已经在一起四五年,据说还见面了。 可不知怎的,赵南方就忽然跑去追求死者,我们还调查了他的网恋对象,结果出来的时候,所有人都惊呼,赵南方的网恋对象竟然是死者的父亲林军。 赵南方视角,我知道这一天迟早要到来,警察找到我的时候,我正在为林军准备早餐,虽然萧萧不是他的亲生女儿,但毕竟养了这么多年,林军是当成亲生女儿养育的,他难过点也理所应当,但很快他就不会难过了, 因为他的身边有我,我会成为他新的精神依靠,今后他的身边只会有我,也只能由我来调查我的是一个女警察,看起来年龄不大,没什么经验的样子,我挑着没笑了,因为我和林军曾经是恋人关系,所以我就有理由去杀害萧萧。 你要知道,所有人都看到了,萧萧是自己从楼上跳下来的,她跳下去的时候,我甚至还没到楼上。 女警察的表情似乎有些难看,但还是镇定道,你是不是想孩子死者拿到补偿金后和林军双宿双飞? 说实话,我听到女警察的话时,心里只觉得可笑,毫无证据的话,她身为警务人员,也敢在这里乱说,你有什么证据? 没错,我和林萧萧在一起的时候,和林军确实没断联系,但这并不足以证明,我谋杀林萧萧吧。 即使你是警务人员,说话也要有逻辑性,不能无缘无故冤枉好人吧。 女警察听到我这话,脸色更难看了。 指着我的脸说,我肯定会找到证据的。 我等着。 我在心里说,等你们找到证据,我早就和林军去国外潇洒了,你们又能纳我怎么样呢? 这段时间,我一直在办理出国的事情,帮林军把国内的房子卖掉,以散心为由,带他出国,去那个同性恋不受人歧视的地方,去那个我们可以正大光明站在阳光下的地方,现在我们什么绊脚石都没了。 我越想越觉得开心,林萧萧确实是我杀的,准确地说是我杀的,也不是我杀的。 我和林军面积之后,我就深深迷恋上他,这个男人身上总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艺术家气息。 是我一直追求,却求而不得的东西,一开始我们俩只是炮友,但随着我越发了解他,我发现自己已经爱上林军,林军对我也是喜欢的。 我能感觉到,可是林军却一直不愿意公开我和他的关系,这让我很不满。 经过我的调查发现,林军不愿意公开我们的关系,原因很简单,就是他女儿。 林军喜欢男人这件事是天生的,他年轻的时候追求艺术,爱上了自己的导师,向他告白之后遭到残忍拒绝不说。 这个导师还四处宣扬林军的兴趣向,在那个声誉大于一切的年代。 林军因为这样荒谬的言论,被单位辞退,只能屈就在一个中学教音乐,也正是因为这件事,才让林军心灰意冷,再也不想寻找伴侣。 后来他领养了林萧萧,更是一心一意扑在林萧萧身上,只觉得把他抚养成人,自己的任务就算完成。 林萧萧一直都不知道自己从小仰望的父亲,竟然是同性恋。 为了和林军光明正大在一起,我准备和林萧萧摊牌,谁知道林军却说,如果我和林萧萧说了,他就没脸见人,甘愿去死,这可怎么办? 林军要和我分手,这是我坚决不同意的。 为了和林军长时间在一起,我主动追求林萧萧,等林军发现,一切都晚了,林萧萧已经彻底爱上我,林军为了不让女儿伤心,只能咬着牙瞒下这个秘密。 我觉得我瞒得已经很好,但谁也没想到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,那天我跑到林军家里,把她按在墙上,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,林萧萧回来了。 一推开门就看到我和林军的暧昧姿势,她的眼睛里全是嫌弃和恶心,那一抹厌恶深深刺痛我的心,难道同性恋就应该死? 就应该被你们抱有一样的眼光看待,林萧萧从家里哭着跑出去。 那一晚,林军低着头,一句话也不说,我知道她什么意思,沉默就是她的态度。 她要和我分手,这样畸形的关系,一分钟也不想维持了,不行,绝不行,我不能让林军离开我,既然林萧萧是绊脚石, 那挪开她不就好了?好在我的电脑技术还算过关,林萧萧自从发现我和她父亲的事情之后, 整个人状态就不太对,整天浑浑噩噩,恍恍乎乎,我先是伪装成附近的人,邀请她一起打游戏, 然后一点一点诱骗她上钩充值,林萧萧那点存款,很快就被挥霍一空,她现在正处于激动空虚的状态, 一点点带有诱惑力的东西,就能让她神魂颠倒,为了能继续游戏。 我以网友的身份诱骗她裸带,我以为她会干脆拒绝,却没想到她答应得很干脆,她能还上吗?当然不能。 那笔钱就像是雪球一样,越滚越大,林萧萧很快察觉到了不对劲,开始祈求我宽限几天, 看着她发来的求饶表情包,我笑了,从陆乳沟的照片,到穿着情色内衣的照片, 找到最后的小电影,一步一步都是我的计划,林萧萧在这样极度崩溃的情况下, 精神状态越来越差,但她不想低头给父亲要钱,每次想给父亲打电话的时候,脑海里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。 当时我和林军的场景,林萧萧觉得恶心,觉得愤怒,自己最爱的人,和自己最敬仰的人, 竟然在家里做那种事,她的三观都炸了,也是带着点赌气的成分, 但林萧萧一步一步活生生把自己逼到了沼泽地里, 在她情绪接近崩溃到时候,我主动找到她,拿出她的照片,让她心慌,情绪更焦虑, 虽然她看起来很坦然,但是从她颤抖的手,我就能看出她内心的紧张, 果然一切都到了要收网的时候了,我把她的小电影放在学校的论坛上, 所有人都在疯狂转载,情绪激动的林萧萧。 崩溃着给我打电话,问我该怎么办,我在电话里沉默地说, 你这是在作死啊? 死,死,死,她果然去死了,从高楼一跃而下,摔成番茄匠, 哈哈,谁能知道这件事是我指示的呢? 谁都不会发现,我会和我的爱人远走高飞,享受这一切, 我把犯罪嫌疑人抓获的时候,他正在收拾行李,满脸的兴奋, 看到我的时候,表情非常坦然,一点也没想到我是来抓他的, 反而语气中有些兴奋地说,是不是萧萧地案件结案了? 我看着他,心里却觉得发寒,这样的男人真是好狠的心。 为了自己所谓的真爱,白白杀害了一条性命, 不好意思,我是来逮捕你归案的。 我亮起手铐对他说,犯罪嫌疑人表情似乎有些不敢置信, 但没办法,他只能配合我回到警局,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,林萧萧不是我杀的。 他死鸭子嘴硬,不肯多说,我看着他心里冷笑,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天衣无缝,所有的东西都是国外的, 我们根本查不到你。 他看着我没说话,但是你摆迷一书, 所有东西都用外国IP, 但你上传论坛的视频却是用的国内的IP, 虽然是网吧,但是我们很快定位, 并调取了当时的视频,发现是你在操作。 随着我话音的落下,他的脸越来越寒,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目光锁定了你, 然后联系了林军,从他家里找到一台你的笔记本电脑, 通过这台笔记本电脑,我们发现了你操作的痕迹。 你是如何一步一步引诱死者, 然后精神扑问他,让他情绪崩溃,最终自杀身亡。 他的表情开始崩溃,用手不停地抓着头发, 然后问我,你说林军已经知道这件事了? 到这里,他想的竟然不是自己的安危, 而是林军知不知道这件事还是个情种啊。 我点点头说,现在他就在外面, 你要和他说说话吗? 他疯狂摇头,拒绝这个提议, 但此时我却不想顺他的心, 可是对方却很想见你一面。 说完我站起来拉开门, 门外是摇摇欲坠的林军, 这个男人一辈子欲不得志, 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被人嘲笑, 好不容易隐瞒了自己的性取向, 却在最后被人扯破遮羞布, 甚至连累自己养女惨死, 林军一步一步走到犯罪嫌疑人面前, 趴给了他一巴掌,怒吼一句, 你这个畜生,他才只有二十岁, 你怎么敢,你怎么敢? 说完,林军就开始拼命咳嗽, 浑身都非常用力的感觉, 犯罪嫌疑人赵南方看到他这样, 赶紧站起来扶着他, 你快坐下,你肺不好不知道吗? 林军啪的一下打掉他的手, 别碰我,我觉得恶心。 不知道是不是恶心这个词激怒了赵南方, 他的表情逐渐开始癫狂, 然后哈哈大笑,你说我恶心? 最起码我是真心实意爱你的, 林霄霄那个贱人本来就该死, 他本来就该死。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赵南方, 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不该寂寞的时候, 学年轻人用了那个软件, 要不然我也不会认识你这个恶魔。 林军颤颤巍巍地说, 认识我怎么了, 好歹我是真心为你着想, 可是您呢, 你为什么收养林霄霄? 就是因为她是你导师的女儿, 你现在竟然还为了这个女人说我恶心,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还对你的导师于情未了, 赵南方整个人处于癫狂状态, 眼睛里布满血丝, 一根根地看起来很是吓人, 我听到赵南方嘴里的话, 心里也咯噔一下, 怪不得赵南方非要搞死林霄霄, 原来林霄霄竟然林军导师的女儿。 十一, 我查了林军的资料, 当年她也算是风云人物, 歌喉洪亮又特别, 也是被秘密培养的人才, 但她悔就悔在自己的兴趣向, 爱上了自己的导师, 甚至还向她告白。 原本这种事, 就是你请我愿的事情, 你同意俩人就好, 不同意就闹掰, 可这个导师非要把这件事闹得人尽皆知, 当时所有人都知道林军是个同性恋, 不少人对Leta涂口水, 甚至在背后偷偷议论她, 说她是个精神病, 在这样巨大的舆论压力下, 林军终于扛不住, 主动要求辞职, 下调到中学做老师, 从一开始重点培养的音乐人, 沦落到中学做一个极其无名的中学老师, 按理说, 正常人都会心怀怨恨, 可偏偏林军不是普通人, 他毅然决然和家里人断绝来往, 还真就在这个中学踏踏实实坐了下来, 林军觉得这样就是守护自己的爱情了, 他有一种大义凛然的奉献感, 这件事到这里结束也就算了, 可谁知道这个导师婚后和妻子竟然出了车祸, 双双毙命, 只留下一个六岁的女儿, 看着甚是可怜, 林军只是送个花圈的功夫, 就看到了在棺材边哭哑了声音的小姑娘, 当时小姑娘手里拿着一块怀表, 看到林军就扑到她怀里说, 林叔叔, 我爸爸死之前说, 如果看到你, 就把这个东西给你, 林军结果小姑娘手里的东西一看, 心脏仿佛窒息了一瞬, 那是他送给导师的定情怀表, 这么多年, 导师竟然一直留着, 到这里林军才懂, 原来当年不是自己会错意, 导师确实对自己有意, 但因为当时舆论的压力, 导师选择了放弃, 而他们的话恰好被导师的追求者听到, 到处渲染, 搞得林军不得不离开, 而追求者也是用这个借口, 威胁导师娶她, 否则就要继续闹, 闹到林军不得安宁, 为了保护心上人, 导师和女人结婚, 并生下了灵潇潇, 但导师一直过得不幸福, 常年压抑的生活, 让她患上了抑郁症, 亲手策划了车祸, 并带走了一直威胁她的老婆, 导师不愿意, 自己走之后, 丧心病狂的老婆还要继续控制女儿, 这些事是林军通过导师留下的信封知道的, 林军此时已经痛哭出声, 抱着小女孩心痛的要炸开, 从此之后林军有了新的使命, 那就是抚养林潇潇, 可知道聂元就是聂元, 赵南方的出现, 让这段聂元走向了无法控制的道路, 所以赵南方是因为极度邻军对导师的情谊, 才不受控地诱杀了林潇潇吗? 同事诧异地问我, 这样背后扑朔迷离的案件, 即使是我们也很少遇到, 我听到同事的话, 眼睛不自觉地向外看去, 真的是这样吗? 这段混乱畸形的感情。 最后没有一个人得到好结局, 林潇潇可以说是最无辜的一个, 因为自己一时想差了, 最后走向死亡, 赵南方更是丧心病狂, 变态战有欲一样的爱情, 竟然想要禁锢邻军, 让他成为自己一个人的, 赵南方的行为看起来好像挺深情, 我却觉得很可怕, 甚至觉得恶心, 不是他的兴趣向, 我觉得恶心, 而是因为他的自私, 在我的调查中, 赵南方和林潇潇也发生了关系, 也就是说, 赵南方是个双性恋者, 他周旋于妇女俩之间, 还以为能获得平衡, 殊不知一旦平衡打破, 面临的就是灭顶之灾, 如今留给他的就只有死路一条, 还有林军, 虽然是个老好人, 但是好到已经伤害到别人, 明知道赵南方和林潇潇是情侣, 为了不伤害赵南方, 私下和他牵扯不清, 暧昧不断, 间接导致林潇潇想不开自杀, 你说这样一个人可怜又可恨, 有什么办法, 林军最后承受不住压力, 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, 我去看过他, 他一直对歇墙告白, 手里捏着一枚怀表, 我看他这模样, 估摸着林军后半辈子也出不来了。